这个上上礼拜,因为感觉好像有很久的时间了 所以主要当然我们上上礼拜的重点在合并工作表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大量的工作表需要把它合并成一个总表的话 那你可以用那个就是上上礼拜的那个部分 其实我们主要用到的功能不外乎就是录制聚集 就是先把你那个可能每个工作表它都会用到的功能 那个动作都录下来 举凡说把游标放A2 然后呢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后把它复制之后贴到那个总表上面的 这些动作其实都重复 那顶多只是说呢 在这个每个重复的外面再加上一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呢基本上呢就是让程式怎么样 重复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当然呢还是要不断的实做啦 因为这当然逻辑上应该可以理解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把需要的东西把它把它做出来 那当然呢我在云端上有相关的 相关的程式啊画面啊动作其实都有啦 所以你大概可以参考 但最重要还是要实做 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是固定的 主要就是说你做的时候呢 千万注意录制聚集的技巧就是说一定不能乱录 你一定要先彩排过 一定要先确认说你做的每一个动作的都是正确的 因为你聚集录制的过程当中呢 你只要有做动作 它就会帮你录下来 那即便你是做错的 它也会帮你录下来 所以呢做完之后的话 你可能还要再加什么 加上注解 那像加注解的话呢 我的习惯是会在每一行的上面 那注解所谓的注解呢 就是程式不会被执行的那个部分 那那个部分的话前面一定是加单影号 那我的习惯是每个前面再加一个数字 表示说那第几个步骤啦 所以如果你这些步骤都做完之后的话 录下来之后呢大概就会长这样子 那未来当然了你录一次之后 以后其他地方也会用到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就不用录啦 就是这样 直接拿这一段程式来修改就可以了 那里面大概会用到哪一些功能呢 会需要修改的 当然不外乎就是哪一个工作表被选取 所以呢这个地方的选取的哪一个工作表 它的表示方式可以用那个第几个 比如说数字也可以用它的名称 像我们也一月二月三月 你可以在里面录制的时候 它会是用名称 比如说双引号里面放个一月 但是如果未来你要写成回圈的话 那因为回圈的那个数字 它一定只能用复数字 比如说for i 等于一到三 那你只能够把这个地方改成一个 假设我今天要让它重复一直往下的话 一到一百你可以for i 等于一到一百 那它会帮你什么 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做什么呢 不断的做选取又不要放在a2 那个上上礼拜那个合并那个什么捐款名气 它有时候可能贴上就一笔 贴上一笔你不能感受向下 因为一笔感受向下的话 它就会怎么样跑到最下面去了 所以我们后来合并那个捐款名气的部分的话 有把这一行拿掉 然后呢去用这个地方去修改 那这个地方修改 当然如果说你可以有多笔的话 感受向下 然后再向下一列的话 你可以加这一行就好了 那这一行其实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你希望呢 让程式呢向下跑的话 那就offset这一列 然后呢 如果向右跑的话呢 就是把第二个数字改成 如果向右一栏的话 就下一个e就可以了 所以这地方的话 可以利用那个offset 去做那个 在工作表里面做移动 当然你这地方是一个 一个工作表的复制 如果你要n个工作表的话呢 其实就是在外面在包一个什么 包一个回圈 那这样回圈包在中间的话 基本上中间的东西就刚刚 有没有 现在选取的范围就是 我们刚刚的一个 那 那如果你要让他重复跑的话 顶多就是告诉他说 从哪一个 for i 等于第一个 那这边的话呢 当然我们可以加一个三 用一到三 可是你也可以用什么 shoot.com shoot指的是所有工作表 shoot.com就是几个 也就是这个工作部里面 有几个工作表 那减一的话是减掉总表 因为我只要 总共有四个码 最后一个是总表 那当然要把它扣掉 不然的话他把总表也把合并进来 那不是怪怪的 自己合并自己 所以一定要减一 然后 next 的话就是下一个下一个 所以他会不断的在这个 一到三之间的那个工作表 帮我合并 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方式去合并上个礼拜 讲的那个部分 所以这些就是前面都有用到过了 那如果你不熟的话 记得就是要反复的去练习一下 那再来就是我们后来有讲到有关查询 我们是利用那个工作 我们是用这个问题05的这个 这个范例 那这个范例里面呢 如果说我今天要查询业务人员 当然如果我要做查询 比如说像这边业务人员有这么多个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里面有几个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个范围复制之后 再贴到其他地方用资料里面的那个 移除重复 你可以把它移除重复之后 它就会留下了只有业务 不重复的资料 那另外呢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知道说 比如说我今天要查某个 某个这个业务人员的相关资料 帮我产生在另外工作表 这个好像是上上下礼拜最后提到的 就是练习录制并且修改 那最后做出来就有点像是怎么样 假设我们做的动作 其实在云端上也有 所以你可以在问题05里面 找到那个资料查询这边 那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这边也是有个程式码 那程式码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有路过的部分 就是说几个动作 包含就是我如果今天要做出一个 筛选业务的这个功能 按下它 它会跳出一个input box 问你说请问一下你要找谁 那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那个业务姓名 比如菜头好了 这个地方是找菜头 那如果找菜头呢 自动帮你把这个菜头 在总表里面 出现的所有菜头的资料 并且帮你把所有菜头的资料呢 新增一个工作表 帮你放在后面 大概功能需求这样 应该可以理解 只是说呢 要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做完 我们好像上上礼拜是先录制聚集嘛 就是中间这一段 从1到1到9这些 然后呢 录完之后 当然会自动帮我产生一个聚集 叫就是叫 也许我们录制的叫筛选业务 那我顶多是加了两行 加了两行程式 这一行跟这一行 另外的话呢 去修改什么 修改它的那个条件 也就是说呢 将来它的条件呢 是由什么 由这个X而来 那这个X呢 是怎么来的 是由使用者填的一些资料 给你 比如说它填的菜头 菜头的这个资料的话呢 就放在Critrea1 这个是123 里面去帮你查 查完之后呢 再帮你做后续动作 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那个产生新工作表 是这一行 Add After 就是后面 哪一个后面呢 最后面的那一个 OK 续点抗指的是 哪一个 是最后面 续点抗是 总共有几个嘛 比如说有四个 它就会放在什么 第四个的后面 就变第五个 所以呢 第五个之后的话呢 那它这个地方 如果是假设 这边有四个好了 那如果它新增一个之后呢 就会有第五个 所以呢 第五个的名称 点name把它修改成菜头 OK 意思是说 这一行的意思是说 把新增的那一个 重新命名 命名为菜头 那这样的话 资料再把它倒过去 就可以产生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最后看到的话 就会有个菜头新的 当然呢 你如果在查其他一样 按下筛选 一样可以输入 那请各位先把那个 上上礼拜的部分呢 先稍微再 再了解一下 那后面的话呢 当然 筛选的话 在2010的版本呢 它因为会有那个筛选 所以会可能会把 这个按钮给变形了 所以你尤其 这个地方如果要让它不变形的话 这后面可以 按右键 有一个控制项的格式 大小位置 不随储存的改变 或者它筛选之后 它会把它压成一条线 OK 那所以这里的话呢 请各位稍微再 把之前的部分 稍微再复习一下 那其实查询的重点 就是利用那个 Excel里面的筛选功能 这个还蛮重要的 来画面先换给各位 先把那个 问题05的部分呢 先把它打开来 稍微看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